高端醫療在2010年開始 就在香港其中一間大日本公司 就開始有銷售這一種產品 不過在近這一年 仍然有一些我們頻道的粉絲就說 我最近看到你的頻道才知道 原來現在有一個叫高端醫療 即是他們都是疫情之後才知道 那你想一下產品都出了整十三年 但是市場上原來有很多人客依然是不認識的 我們都會講多一點這方面的資訊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人客 曾經因為高端醫療而搞賠償 我們都有一些經驗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個KOL裡面就說說 在10年前高端醫療的價錢 和今時今日13年後的保費 就已經有很大的增長 變了在十幾年前 如果一個顧問建議人客 去做一個儲錢戶口 不論儲10年也好 儲20年也好 儲那筆錢可能未必夠人客 將來是60歲或70歲 去繼續給保費 因為當保費去到60歲70歲的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銀碼 如果他本身做儲蓄保險不是那麼大的時候 就未必夠了 到時候又要想 哎呀怎麼辦呢 供不起保費 但是年紀又大了 有什麼方案呢 在他這個短片的引題 我都講多一點我自己的理解 在市場上2010年出高端醫療 事實上那個保費 真的比今時今日的保費 同一個年齡來說 事實上是便宜很多的 不過在今時今日 就算你說一個30歲的人客 40歲的人客 50歲的人客 我自己覺得 在中產的人客來說 仍然是負擔得到的 我覺得是看看人客 他對於自己健康的重視程度 以及他相信病的時候 會花多少錢 以及想有什麼待遇 那個價值觀 直接影響客願不願意給保費 有佔底費版本 通常可能現在的人客選 16000元 20,000元 25,000元 30,000元 佔底費 通常市場上比較多人客選這些 原因是他們以往都有一些 小保額的保單買了 甚至乎有一些公司的高層 他本身都有一些公司的團體醫療 有一個small package 有一個細的保障保障 他們可以用一個相對比較便宜的價錢 購買一個佔底費版本的高端醫療 而令到他們可以變相做到一個 我們叫全數賠償的fullly cover 我自己覺得 在現在保險產品上 是最幫助人客在大病的時候 性價比是最高的產品 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自己也有人客 試過一年內賠了900多萬的醫療費 就是保險公司幫他付了900多萬的醫療費 我親身見過客人的經歷 感覺會知道這張保單 是以這樣的價錢 性價比是高的 從來沒病過的客人 他沒進過醫院 他不知道今時今日 私家醫院在收的醫療費是多少 純粹當一個保障 第一次買保險的時候 他就覺得 我有沒有必要買到高端醫療 用不需要補這麼大 一年賠一千萬 有沒有可能 一生人補我幾千萬 我用不用得到 這些就是一些從來沒病過 也都沒進過醫院 沒進過私家醫院的人客 他們的想法 純粹以保肺而論 他們都會覺得 需不需要呢 但如果有些人客 他們身邊或是有家人或是有朋友 曾經患過癌症或是一些比較嚴重的病 他們看到他要洗很多錢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以這個保費去買這個保障 他們似乎都值得的 我們每次去跟人客聊天的時候 要了解人客對病的價值觀 對有起病的時候 自己想接受的治療 想那個舒適度 甚至乎他相信會用多少錢 這個很影響這個人客 為什麼他願意付這個保費 去保障自己 或者對自己好一點 今時今日有很多人客 他們都很著重健康 你說他們一年去參加瑜伽班 去健康 買禮物 買補品 吃靈芝 吃冬蟲草 做面膜 做按摩 全部這些都是給健康的 其實都不少錢 有時就是看客人覺得值不值 我角度就沒有說貴還是便宜 而是看客人本身他自己 對自己健康的價值觀 我覺得是一樣的